新闻头条带您来看到鼎星集团转让台北101股权给马来西亚地产集团IOI 今天投审会宣布已经收到IOI的申请案 但是鼎星目前还没有送件 投审会说IOI申请案还有部分需要厘清 包括了股东结构是不是有录资以及资间来源 投审会强调只要有录资就会予以拨回 这个申请案目前占不受理 鼎星集团6日宣布处分台北101股权后 19日投审会收到IOI集团申请案 不过依照外国人投资条例第十条第二项规定 投资人转让其投资时应有转让人及受让人 会同向主管机关申请核准 鼎星这边就还需要一些注意的时间去做送件的动作 会后鼎星发出声明称 预计年底前应可正式送件 反观IOI集团19日 透过是在马来西亚避税天堂纳明岛的子公司递件 负责人正式总裁李申进儿子李耀生 同时也是IOI集团的CEO 投审会表示案件还有部分需要厘清 包括IOI股东结构是否有入资 以及251亿股权交易案 只说明会入新台幣7亿元 后续244亿资金处理 申请初上没有说明 这里面他虽然有提到会有部分在国内跟国内的银行做融资 但是详细的一个资金的规划 目前都没有提出清楚的说明 重申我们会里面对本案的审查的立场 就是不能有任何录资 投审会强调 申提案将提报委员会议审议 委员会采共事决 如果有任何一位委员表示不同意 本案将予以驳回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见伦李津津 台湾台北报道